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省级工作对接会》在长春召开 省委书记景俊海主持会议并讲话 考核评估综合核查组组长 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张兴旺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景俊海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考核组一行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 这次考核组到吉林开展工作 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高度重视 对吉林振兴的亲切关怀 是对吉林工作的一次大检验 大会诊 大督导 我们一定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 进一步深学细物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全力配合考核组工作 严格遵守各项纪律 精心做好服务保障 自觉接受考核组把脉问诊和精准指导 认账 领账 动真碰硬 彻底整改考核发现问题 追根溯源 举一反三 健全完善各项工作机制 努力向党中央和人民群众交上圆满答卷 我们将以这次考核为契机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要求 加快建设农业强省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统筹推进乡村产业发展 乡村建设 乡村治理三大任务 以五化闭环工作法 查漏洞 补短板 抓落实 促提升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 切实以乡村全面振兴 赋能吉林全面振兴率先突破 张兴旺指出 开展 巩固 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 是过渡期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多次发表重要讲话 做出重要指示 为持续深化 巩固 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指明了前进方向 为我们做好考核评估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要从讲政治的高度 充分认识做好考核评估工作的重要意义 切实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 坚决有力抓好考核评估工作 这次考核评估采取综合核查 第三方评估 媒体暗访等方式 重点核查 巩固衔接 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等有关情况 我们将以对组织负责 对地方负责 对事业负责的态度 较真 碰硬 实事求是 客观公正开展考核 在入户调查 交流座谈 实地核查等方面下硬功夫 努力把真实情况摸上来 把问题不足找出来 确保考核评估结果真实 客观 准确 希望吉林省各级党委政府认真对待考核工作 实事求是反映情况 全面客观展示工作时效 严格遵守各项纪律 与我们同心协力 密切配合 确保高质量完成考核评估任务 胡玉婷在汇报时说 吉林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持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脱贫人口增收 首劳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 我们将以此次考核评估为契机 坚决扛起重大政治责任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常态抓好防反贫监测帮扶 因地质疑发展乡村特色产业 有序推进乡村建设 加快建设彰显吉林特色的一居一夜和美乡村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全力抓好考核问题整改 确保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考核评估综合核查组成员 省领导吴海英 郭灵纪 省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在长春调研新服务 新电商产业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聚焦发展提速 比重提高 质量提升 持续做强 做优 做大 新服务 新电商产业 积极抢占发展新赛道 构筑发展新优势 为吉林全面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 增添新动能 吉林瑞亚国际贸易集团是一家集直播电商运营 广告投放 短视频制作 供应链与物流服务等 业态为一体的新媒体电商企业 景俊海详细了解企业运营模式 现场观摩网红带货直播 强调 要深入挖掘 大力推荐吉林优质产品 进一步提高供应链管理规范化 科学化 精准化水平 更好融入吉林产业生态体系 助力畅通产业发展循环 景俊海与企业运营团队亲切交流 得知许多青年员工从省外回到吉林工作 他十分高兴地说 吉林新电商产业发展蕴含重大机遇 选择吉林就是选择未来 希望大家紧跟产业前沿 发挥聪明才智 与吉林新电商产业发展 同迈搏 同奋进 同收获 努力在吉林开辟事业 成就梦想 座谈会上 省发改委 省商务厅负责同志 汇报工作情况 吉林大学商学与管理学院教授黎北伟 长春光华学院管理学院院长王坤等相关领域专家 以及中国邮政集团 吉林省分公司 启明信息技术公司 长春浙友山文旅商业发展公司 京东集团 浑春畅达电子商务公司负责人 做交流发言 景俊海与参会企业负责人和专家集起交流 认真听取相关建议 深入探讨新服务新电商产业发展支持举措 景俊海强调 新服务新电商代表了新制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发展趋势 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在稳增长 促消费 保救业 惠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必须抓住机遇 深入布局 开辟新赛道 形成新优势 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要进一步提升新服务产业竞争力 创新推出更多新业态新模式 推动新服务 向一二三产全链条延伸 全领域拓展 深入实施骨干企业壮大 小微企业扶持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工程 做优做精一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品牌 要进一步提高新电商产业发展滞效 坚持线上线下一体推进 创新推广 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新技术 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 完善纵向到底 横向道边 通江达海 连通全球的物流网络 推动新电商产业急剧化 平台规模化 市场全球化 要进一步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着力加强工作联动 政策支撑 审慎监管 在整合资源 促进配套上下足功夫 扎实推动新服务新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 李伟 李国强参加活动 今天 省委书记景俊海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 在长春会见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隔海交易行 并共同见证省政府与中国银行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景俊海胡玉婷向隔海交易行到访表示热烈欢迎 向中国银行长期以来给予吉林省的大力支持 表示衷心感谢 景俊海说 中国银行是吉林全面振兴的重要伙伴 多年来双方合作日益密切 取得丰硕成果 当前 我们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实施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以四大集群培育为重点 六新产业发展为方向 四新设施建设为保障 构建具有吉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 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实现吉林全面振兴率先突破 希望中国银行抢抓机遇发挥优势 聚焦做好科技金融 绿色金融 普惠金融 养老金融 数字金融 五篇大文章 持续加大对吉林重大项目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 三农事业发展 生态强省建设等重点工作的支持保障力度 继续为我省重点企业走出去 外资企业引进来搭建平台 更好的为吉林极具资源要素 加快振兴突破 提供金融支撑 葛海礁表示 一定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吉林工作的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合作协议要求 持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 为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 可持续振兴 贡献更大力量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蔡东 与中国银行副行长张晓东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在即期间 葛海礁一行到中国一气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调研 今天省政府召开 十四届二次全体会议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时代推动 东北全面振兴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省委十二届四次全会 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讨论即将提交 省十四届人大 三次会议审议的 政府工作报告讨论稿 安排部署当前政府工作 就参加和练习全省两会提出要求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会议并讲话 胡玉婷指出 省政府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是一项法定的重要职责 也是接受群众监督的重要载体 要实事求是的总结 2023年取得的成绩和所做的工作 深入研究分析 我省今年面临的形势 科学安排好2024年各项工作 切实让群众对发展成果可感可及 兑现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胡玉婷强调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也是推动吉林全面振兴 率先实现新突破的开篇之年 做好今年各项工作意义重大 要坚定信心 真抓实干 奋力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一要切实转变思维观念 束劳争先进位意识 真正从思想上做到 敢闯善为不甘人后 坚定历史自信 增强历史主动 更加清晰认识比较优势 更加清醒找到差距短板 全力促振兴求突破 二要坚定必胜信心 新年要有新气象 新作为 不断解放思想 破除惯性思维 路径依赖 强化引领性 创新性 撬动性 突破性的超常举措 直面振兴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主动跨前一步 集中优势资源和力量加以解决 以新担当新作为 打开振兴突破新局面 三要强化目标牵引结果导向 攻坚克难求实效 对标全省目标 强化全局意识 交账意识 理清技术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关系 因地质疑量化发展目标 匹配政策措施 找准切入点 突破点 制约点 紧扣高效办成一件事 推动各项任务成果化 具象化 可感可及 用数据说话以结果交账 四要聚焦重点任务 下功夫研究解决方案 锚定全年重点任务目标 细化实施方案 行动方案 配套务实管用政策措施 工作招法 分行业 分系统 分地区 细化施工图 工程化 项目化 推动工作落实 胡玉廷强调 全省两会召开在即 要宁心俱力 履职尽责 认真参加和列席好全省两会 切实做好会前 会中 会后 各项工作 确保两会任务顺利完成 要提高站位 主动参与 严守政治纪律 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 以良好的精神状态 和饱满的政治热情 参加和列席会议 积极支持和主动配合 省人大 省政协 把两会开好 要做好功课 回应关切 围绕代表委员关心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 全面梳理各方面发展情况 基础数据 基本思路 确保实事求是 科学解读 要加强沟通 答疑解惑 引导和带动代表委员畅所欲言 集思广益 虚心听取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 认真回答代表询问和委员提问 要严守纪律 端正汇丰 严格遵守会议日程安排和纪律要求 集中精力 想大事 意大事 一心一意 把会议开好 蔡东 刘凯 贺志亮 杨安帝 梁仁哲 郭灵记 金玉辉 参加会议 1月10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 就老年助餐服务到长春市调研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养老服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省委部署安排 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 扩大服务覆盖面 提高供给质量 推动老龄视野和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增强老年人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圣宝州店建设街店是朝阳区首家 社会合作敬老餐厅 胡玉婷实地查看敬老专座 敬老套餐和试老化改造等情况 并与店内就餐的老人亲切交流 对菜品满意不满意 觉得价格合理吗 得知老人对就餐体验满意后 他指出 要围绕养老住餐服务需求 合理布局老年住餐服务场所 配备好试老化设备设施 为老年人提供便捷服务和优质餐品 宽长区星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是长春市规模最大的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胡玉婷仔细查看机构养老服务供给 老人用餐等情况后指出 要创新养老服务模式 用好大数据等手段发展智慧养老 加强精细化管理 让更多老年人就近享受到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要科学制定食谱 合理确定价格 保证老年人吃得起 吃得饱 吃得健康 吃得放心 在日间照料和长期脱养区 胡玉婷在查看老年人休息生活环境 照护设施 康复理疗及营养保健等服务情况后强调 要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聚焦独居空巢 失能等特殊困难群体 做好营养结合 助育助餐等服务 及时解决老人生活需求 在老年人活动区 胡玉婷看到娱乐活动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 他十分欣慰 叮嘱社区人员 要全心全意照顾好 每一位入住老人 关心关爱老年人心理健康 让老年人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 调研期间 胡玉婷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听取全省老年住餐服务情况 讨论关于积极发展 老年住餐服务的实施方案 研究部署下部工作 他强调 发展老年住餐服务 是重要民生工程 也是支持居家社区养老 增进老年人福祉的重要举措 要立足我省人口发展实际 落实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把老年住餐服务作为政府的重要工作 提高基本服务供给水平 扩大覆盖范围 促进银发经济发展壮大 推动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 要坚持高标准谋划高水平推进 谋定三年之内实现城乡社区全覆盖这一目标 综合考虑老年人口规模 住餐服务需求 服务半径 餐饮标准等因素 倒排工期能快则快 全力解决瓶颈制约问题 努力在老年住餐服务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要科学设计运营模式 综合考量场地设施 经费来源 经营主体 建立多元筹资机制 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 落实财政资金补贴等优惠政策 让运营方有效益 闲置资产有收益 老百姓得实惠 尊重地方首创精神 总结提炼复制推广 好经验好做法 保障老年住餐服务可持续运营 统筹考虑政策实度效 推动实施方案 早落地早见效 让老百姓早有获得感 梁仁哲 王子莲参加有关活动 今天 省政协十三届五次常委会会议 在长春召开 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在闭幕会上讲话 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吉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 政协吉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成草案和日程 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稿 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十三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稿 政协吉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秘书长 副秘书长名单 政协吉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工作机构 关于授权主席会议处理政协吉林省第十三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未尽事宜的决定 有关人事事项 会议指出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十三届省政协履职的起步之年 过去一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 省政协常委会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 扎实推进全年各项重点工作 为吉林全面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 汇聚了正能量做出了新贡献 会议强调2024年是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 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做好全年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 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 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 在政协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聚焦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目标任务 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工作大局协商议政屡职尽责 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独特优势 彰显使命担当 要加强大团结大联合 更好发挥统一战线组织的功能作用 多做春风话语 适宜解惑凝聚共识的工作 其重心 惠重力 聚重志 形成宁心俱力凑振兴的强大合力 要不断推进履职创新 拓展深度协商互动 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渠道载体 增强政治把握能力 调查研究能力 联系群众能力 合作共识能力 服务保障能力 以自身建设新成效 推动政协事业新发展 李龙熙主持开幕会 秦海涛主持闭幕会 吴敬平 李月 张志军 曹宇光 李维斗 郭乃硕 蔡国伟 出席会议 1月10号 贯彻落实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 继谋划2024年度工作交流座谈会 在长春召开 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曹璐宝指出 要坚持用习近平文化思想 统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要切实提升理论学习和宣传普及效能 对接实践 加强理论研究阐释 着力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 宁心注魂 要强化预期管理思维 做强正面宣传 提升经济宣传水平 在网络宣传和舆论引导上 投入主要力量 着力打造主流舆论强势 要提升站位 织密工作链条 全面抓好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 数次化是新赛道 也是主赛道 要切实加强科技能力建设 特别要用好吉林元宇宙领域 技术人才优势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要始终把冰雪经济和冰雪旅游宣传 作为重大任务 抓住重要节点 加强工作谋划和力量 提前布局 着力为全省大局服务 今天吉林省人民政府 与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内容 未来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聚焦数字化加 在共同推动消费升级 现代物流 数字政府 智慧健康 产业协同 网络交易市场监管等领域 开展更全面 更深入合作 促进吉林省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近年来 我省与包括京东集团 在内的众多电商平台企业 保持了良好合作关系 为全省新电商产业 持续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重要支撑 2023年 长春市紧紧围绕 省委一主六双 高质量发展战略部署 全面振兴 取得一系列新成效 为实现十四五目标 推动全面振兴 率先实现新突破 奠定了良好基础 长春圣博马生物材料 有限公司 是一家生物 医用高分子材料领域企业 企业通过技术创新 突破了医用 聚乳酸类高分子材料 规模化制备技术难题 成立以来 已获得一百多项专利 围绕技术创新 圣博马突破了技术难题 解决了材料降解性能 不可控等诸多因素 研发了分子内多核 协同催化 取向结晶 自增强等技术 目前 长春圣博马 有十多个国内独家 国际领先的产品 将陆续投产 作为国家首批认定的 三个生物产业基地之一 长春拥有国内最大的 基因药物生物基地 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基础 优势凸显 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的同时 长春汽车产业也稳步上台阶 2023年 一汽在常生产整车156万辆 完成产值3165亿元 分别增长14.6%和11.9% 一年来 长春工业稳中快进 汽车装备制造 光电信息产业产值 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2023年 长春市归上工业总产值 达到7500亿元 增长8.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达到2100亿元 增长12% 310个超10亿元项目 加快建设 350个超亿元项目 实现投产 全年科技成果本地转化 2050项 同比增长141%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同比增长近两倍 专精特新企业 达到1452户 经济发展 奇稳向好 城市特色文旅 也蓬勃发展 长春积极打好都市冰雪 肖夏避暑两张牌 以长春冰雪节 肖夏艺术节 双节 带动冰雪产业和避暑休闲产业 双业发展 打造春季文旅活动季 金秋文旅消费季 两个季节性热点 推出赏花踏青 亲子延学 度假康养 乡村采摘等特色消费产品 促进美食 演出 运动 康养等多领域 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进一步引导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大力发展公文旅 商文旅 农文旅 体文旅 用足 用好 四季文旅资源 构建冰雪节 肖夏节 为引领的四季 结实集成 提升全市 文旅产品的品质和风度 加快 从观光旅游 向沉浸体验的转变 丰富消费场景 增强消费能力 1月6号至10号 害中国国际友人 吉林行之 粉雪列车 吉林启程活动举行 多位国际友人 共同上美景 品美食 玩滨西雪 体验东北民俗文化 在吉林市的松花江畔 十里长堤 国际友人们欣赏了 美丽的雾松 大家拍照打卡 留下美好瞬间 在万科松花湖滑雪场 国际友人们 换上滑雪装备 从雪道上呼啸而下 感受风驰电掣的速度 激情 雾松特别漂亮 特别特别美的 我会把我体验到的 这些经验 录一个视频 介绍给我的留学生朋友们 在敦化老白山雪村 排排木屋 矗立在冰天雪地中 大红灯笼高高挂起 村落装点的喜气洋洋 国际友人们学习 捡头花写福字 还体验了包饺子 制作冰糖葫芦 老白山这个地方特别美 或者是当地人要说尬尬美 来到这里之后 我就才发现 世界那么大 那么好 我还得去发掘 粉雪列车最后一站 驶入长白山站 在长白山北坡 国际友人畅游魔界 沿江漂流 一路欣赏壮丽景色 为感谢和表彰 对熏传吉林做出的贡献 主办方为9名国际友人 颁发吉林海外传播观奖牌 希望通过他们的推介 带动更多人来吉林 体验粉雪的独特魅力 宣传好吉林高质量发展 和高品质生活的生动故事 1月11号 为期三天的2024北京图书订货会 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 吉林省组织22家出版发行单位 携三千余种几版精品图书 亮相订货会 本届电货会以坚定文化自信 著就出版新辉煌为主题 吉林展团共设了36个展位 以书为媒 充分展示了新时代吉林出版的丰硕成果 吉林展团设立 几版精品出版物展示区 出版单位展示区 勋界活动区 业务洽谈区 线上直播等区域 展会期间 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 严编大学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林美术出版社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等多家单位 组织热血东北抗联 宁生宁生 云朵上的爸爸等七场 重点主题图书研讨会 新书首发活动 以订货会之名 向全国读者发出一封 来自吉林的邀请函 这本儿童文学是一部现实题材 以小视角切入大切口 整本书充满了对主旋律的弘扬 同时也是对千千万万 军略家属的一种赞扬 《草白山故事档案》 这套主题出版图书 一共12个分册 每一卷介绍一项 《草白山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秉承出版家旅游的理念 通过这套故事来助力吉林市 旅游产业和冰卷经济强证建设 雪后的长白朝鲜足字这线 冰清玉洁如诗如画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